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从今天起,咱们要讲这个准个二韩国的系列当中一个热闹的回幕了 就是《河通破之战》 那么说这段书它有多热闹呢 它可以说是大清城在盛世时期在西北战事上最大的一次失败 那死了多少人是怎么失败的,咱们故事里肯定会讲到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场战役结束以后 大清朝的京师北京这些京八旗老爷们呢 是家家穿白代孝 清帝国在西北的军事主力在这次战役当中 几乎被准个二韩国消灭殆尽 所以光听这结果呀 您就知道这段书它肯定热闹 不过呢咱们不能直接呀就从开打出讲 咱们得先聊聊啊 这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马要打 那咱们书接上文 1727年12月 测王阿拉布坦大汗 在他的第二任妻子 瑟特尔扎布的帐中坐了片刻 这二人聊天之际呀 媳妇就给他端来了一碗黑奶子麻乳酒 这文献上就是这么记录的 这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 查了半天也没查着 那总之啊 就是一碗麻乳酒吧 哎 这碗酒里他就下了毒 毒死了大汗测王阿拉布坦 要说呀 这位二夫人 瑟特尔扎布早就有毒药 他想毒死谁呀 他想毒死的呀 是测王阿拉布坦 第一出的大儿子 也就是下一任的大汗 那嘎尔丹侧灵 他是想把嘎尔丹侧灵害死以后 好让他的儿子继承韩位 他的亲儿子的名字呀 叫罗布藏舒弩 在这个大汗他们家顺位排呀 排老二 可是这心计明显没斗过这嘎尔丹侧灵 嘎尔丹侧灵啊 先行攻击倒打一耙 在父亲那儿告了这位弟弟要谋反的刁状 挤得这个弟弟罗布藏舒弩啊 哎 离家出走了 是逃往他乡啊 至于这个老二的下落和去处 咱们一会儿会交代 咱们先翻回头来 说这个侧往阿拉布坦他们家 聊聊他的母亲 这位可顿色腿扎布 那这二娘一看 现在亲儿子离家出走跑了 避祸在外 即便我现在再把这老大毒死 我这亲儿子一时半会儿的也回不来 对呀 因为这老二啊 是和他的父亲侧往阿拉布坦之间有矛盾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这侧往阿拉布坦毒死 这大寒一死 我就让老大回来吊销 然后摔杯为号 取他性命 再把我的儿子接回来 顺顺利利的继承大寒之位 这样都好 他想的是不错 可是这个嘎尔丹侧灵啊 早就防着他呢 侧往阿拉布坦刚一死 这嘎尔丹侧灵就来了 立刻就把这位继母给逮了起来 在他的战友自己的表叔大侧灵敦多布的帮助下 很轻易的就粉碎了这场宫廷政变 这现在啊 这嘎尔丹侧灵虽然没正式继位大韩 但是他已然是这个准嘎尔韩国之主了 他要亲自审问这位继母 这继母 二夫人色腿扎布被捕以后 我倒是很从容 他翻眼看了看 坐在高位之上 自己痛恨的这位大儿子 坦然言道啊 说我是阿玉其寒的女儿 我生的儿子不能执掌大权 所以干脆啊 我就将昏太级毒杀了 那没有什么可审的了 那原因很简单的 就是想把你们这些人全杀了 好让我的儿子当王 要说到这个嘎尔丹侧灵 比他前几辈仙人的手段都要狠得多 嘎尔丹侧灵传下亡命 将自己这位继母色腿扎布 先挖了双眼 再割了舌头 当众凌迟处辞 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挖眼活埋 另外一个儿子 被毒瞎双眼后囚禁 罗布藏舒努 就是跑了那个二弟 已然成人了 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叫做阿齐巴朗 被他派卫士装在麻袋里给摔死了 所有的亲信是通通被杀 他这二弟 罗布藏舒努 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媳妇 这个得留着 直接就被嘎尔丹侧灵 纳入了帐中 成了自己的小哈敦 这继母杀了自己的父亲 试了大汗 这确实应该处死 可是另外一些人 仔细想来 可都是这嘎尔丹侧灵的亲兄弟姐妹呀 对呀 那可都是一个爹呀 不管为了王权嘛 一定要斩草除根 出逃在外的这边二弟 罗布藏舒努 虽然呢 联合自己的姥姥家 土耳呼特部 还联姻了这准嘎尔的仇人 哈斯克部 他娶了呀 这个哈斯克一个小账韩的女儿 反正呢 通过各种手段 借来了兵 想攻打准嘎尔韩国 为自己的母亲 以及弟弟妹妹和自己的儿子报仇 但是总归呀 因为力量不够强大 所以只对准嘎尔韩国带来了边境上的骚扰 对这个韩国的核心并没有什么触动 话头一转呢 咱们从这个伊犁河谷出来 咱们走 往哪走啊 往东走 一直走到北京城 大清朝 雍正皇帝 这雍正皇帝呀 可就听说了 这准嘎尔韩国的王室 现在正在闹家务 他可就觉得这是个机会 平定准嘎尔就在此机会 当然了 这预前会议一开呀 这意见肯定是分两种 有人愿意打呀 有人他不愿意打 同意出兵的呢 自然有的呢 是给皇上拍马屁的 和这个皇上随声附和 也有的呢 是一些武将 为的就是啊 给自己挣军功 那惹定是什么 这将军们不打仗 哪来的军功啊 那么这些反战人士当中呢 也有有学识 有见识的 就比如吧 这大学是诸氏 和这个都玉石 沈进斯 再加上呢 这个散之大臣达弗 人家可都是啊 经过深思熟虑 有一定分析的 这些人认为啊 这策网阿拉布坛死了 虽然家里闹家务 分成了两派 不过呢 这杆尔丹策灵 这一派呀 太战主导了 大策灵敦巴布 小策灵敦巴布 再加上啊 这大策灵敦巴布的儿子 这些可都是啊 百战名教 全都是现在这大韩啊 杆尔丹策灵的人 也就是说呢 这杆尔丹策灵反叛的弟弟 跟他呀 根本就不在一气泡线上 罗布藏舒弩 闹不起什么风浪 威胁不了准杆尔韩国 内部的基础 所以说看似啊 这准杆尔韩国 现在正在经历一场 宫廷政变 实际上啊 政变双方的实力 差的过于悬殊 这个政权啊 和平稳过渡 也没有什么区别 人家现在实际上没乱 可是雍正皇帝不听 雍正皇帝认为啊 这些个文臣啊 就是怕死 所以才给自己啊 建议不让出兵 也就是在这一年 雍正皇帝不顾着群臣的阻拦 还是决定发兵准杆尔 那俗话说的好啊 这个天子不发无翼之兵 出兵必有名 还别说这有清一代了 整个中国的封建王朝史啊 最好脸的皇帝啊 可能就是雍正了 自己写书啊 给自己正清白的事啊 他没少干 好家活的嘞 挺大的大清朝 趁人家宫廷政变 主有国一之时 发兵攻打准杆尔韩国 这说出去 他不好听啊 那有没有别的借口呢 当然有 这借口啊 很好找 你准杆尔韩国呀 收留了我大清的敌人 当年的青海管事 亲王 罗伯藏丹金 这大清啊 几次三番的和你 要人你又不给 得了 你不给 我就发兵打你 借口可就有了 发兵两路 第一路军呢 以富尔丹为 静边大将军 出兵北路 二路军啊 以约中旗为 宁远大将军 进军西路 那么说约中旗是谁 咱们不用多介绍了 是咱们书馆里的老人了 哎 这富尔丹是谁呢 富尔丹呢 他的副祖 咱们说出来 您可能也不知道 咱们单说呀 他的曾祖 曾祖是谁呀 大清开古五大臣之一的 费英东 瓜尔家式的费英东 哎 妥妥的是 明门之后 这两路大军浩浩荡荡 可就杀奔了西北 没有什么可保密的 这天子的习文都发出来了 就是为了呀 要秦拿逃到了 准个二韩国的大清 叛王 罗伯藏丹金 这天朝才发起了大军 走着走着呀 爱出故事了 什么故事 一对准个二人呢 可就来到了 北路军的军中 要求见富尔丹 来的这个领头人呢 大伙都认识 谁呀 是准个二韩国的一位大臣 是从这准个二韩国到大清经产往来的一位特使 名字叫特雷 这特雷来到了军前以后啊 这富尔丹很吃惊 他不明白 这会准个二人派他来军中干嘛 这特雷看到大将军之后啊 联邦败倒 说将军啊将军 你领着这么些人 莫非是攻打我准个二韩国而来吗 哎 这句话呀 把这富尔丹问愣了 富尔丹说 那这天子的习文都发了 全天下都知道哎天朝要发大兵 信西北呀 去清剿准个二韩国 捉拿罗伯藏丹精 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 那明知是废话 哎这大将军也得回答 哎这富尔丹说 对呀 你们既然不愿意交出罗伯藏丹精 那我们就亲自来要人了 这特雷听完之后 我一拍大腿 说您知道我这是干嘛来的 实际上啊 大汗呢 给了我命令了 让我把这罗伯藏丹精啊 捆好了 拿住了 给您送到北京城去 可是我刚一出伊犁河谷 就听说呀 这天朝大军来到 为了怕发生其他的变化 变端 我呀就先把这罗伯藏丹精 送回了伊犁河谷 看起来了 已经看起来了 连忙跑过来呀 问问大将军 您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听完这话之后 这富尔丹没话了呀 对呀 那我干嘛来的呀 我要抓罗伯藏丹精 人家又说呀 我们已经把罗伯藏丹精准备给您送来了 那这仗还怎么打呀 其实啊 这雍正皇帝是为什么发兵攻打准央韩国 身为大将军的富尔丹 他完全明白 那不是因为要抓罗伯藏丹精 那是为了要平定西北 以除大清朝之后患 你要是把这个消息传到北京 让天子定夺 那天子为了难了 那既然如此 出师纯属无名 这天子就只能撤军 这富尔丹呢 作为军前大将 完全就应该把这个准个二韩国的特使 这位叫特蕾的大臣呢 一杀 然后就咬定这准个二韩国耍无赖 就是不愿意交人 这样呢 这大军呢 一股作气就能杀到伊犁河谷 有可能这历史就会改写 雍正七年八年的时候 哎 这准个二韩国啊 就已然平定了 可是啊 不是这样 这富尔丹没主意 要不然说这个人呢 哎 他不适合做大将呢 只能了 原发不动的把这些消息转成给了雍正 这雍正是什么人呢 咱刚才说了 好脸啊 不出无意之师的天子啊 于是咱们大军呢 暂停 咱们进攻计划暂缓一年 让这个月中习啊 富尔丹二人 连同啊 这嘎尔丹 侧灵的特使 特雷一同进京 咱们商议商议 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这一停止进攻 不要紧 你这大清国算是撤军了 两位主将都回了北京 可是就在1730年 准嘎尔韩国可出兵了 准嘎尔韩国的大将军 小侧灵敦多布 带领两万蒙古习兵 就偷袭了 清军的科尔图马场 这一站下来 不要紧呢 杀死并俘虏清军 三千二百余人 那这马场是养马的吗 实际上不是 这个马场啊 是负责养骆驼的 这儿一共有多少骆驼 一共有一万四千余风 那有人就说了 大清朝啊 要这么多骆驼干嘛呀 嗨 您不知道啊 光西北进军的没有路 不是操场 就是戈壁 车肯定是走不了 能够长途运输的 就只有这种沙漠之州 骆驼 一万四千佗匹 骆驼呀 被抢走了 那也就是说 一下子就断了 这大清朝的后勤不解 再想找这一万多封骆驼 您花钱买的 一时半会儿也凑不齐 到了转过年来 1731年的时候 这准改尔方向啊 出兵三路 由这个大侧灵敦多布 和这个小侧灵敦多布 还有这个大侧灵的儿子 多尔纪丹巴 出兵阿尔泰 对这个清军的北陆军呢 可就成了半包围之势了 这敌人不是来了吗 这北陆军的总指挥 富尔丹 心情大好 他倒高兴了 怎么呢 因为在西域啊 已经两年了 始终没能和准改尔 韩国的主力交战过 这一下子总算是判来了 他要效仿他的先祖 为这个大清开疆拓土 建功立业 于是 这大将军一拍大腿 决定出击 这才引的来着和同波 一场大败 清军主力尽尸 京城八旗 是家家春孝 好故事 咱们明天接着聊